那其實冰的東西對森林騎啊 我講西醫生有什麼禁忌的啊 所以我認為森林騎騎給你 就快樂就好 大概痛的話大概就是一兩天吧 很痛 但是其實假設四天的話 前兩天比較會有嫩嫩的感覺 其實其實不會到很痛 不痛你知道前一天是冰的時候 後一天會痛 然後就會覺得下面很像水龍頭 如果說不是很規律的話會有一點麻煩 但是如果都就是無期待的話其實也還好 那七天吧 應該就是那七天會影響到 算是控制到兩天了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第二天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第二天特別不辛苦 然後就是有一種 惡離在咬著你的下體的那種感覺 體力隨著血 然後慢慢的流失的那種感覺 很大 很麻煩 很討厭 不曉得為什麼那一次 就是完全衝掉會站不起來 就是一定要彎著或者是躺在床上 才會覺得比較好一點 應該是半夜爬起來碰到兔吧 整個抱著馬桶一個吐一個吐 就是很少的時候有一次 就還不知道月薪 然後也不知道就是不能吃冰什麼的 就不知天高地厚的時候 因為很好奇 然後想要去吃冰 然後就吃了一個青人果冰 然後就痛到一口 然後打火就整天 我就覺得很像連續巨樣 好像如果覺得自己下一秒就要死掉了 然後之後我就不太敢吃冰 躺在床上 就是這樣身體彎著 不知道怎麼就覺得好一點 欸沒有啦我都昏睡 沒有就是金桶在眼中 他會做一些那種瑜伽伸展的動作 吃巧克力跟喝熱的香糖 我有聽過的那個是巧克力耶 可是我不知道是跟這海假的有沒有用 就是可能是心理作用 我覺得月薪就是 每個月讓我合理耍費的日子 請你每個月乖乖來然後乖乖走 我會很感謝你 因為每次的流血 都會讓你這次感覺 好像把一些不好的改掉 你現在已經退變了 我覺得真的是 衛生銘廠上自己放晚耶 因為我真的花很多錢 就買衛生銘廠 很麻煩 然後每個月都要擔心 會不會穿到褲子跟床擔 不要讓我透了 大家好我是蘇健醫師 相信各位女性們 對月經又暗又恨 有擔心她來又等於她不來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什麼是月經 以及月經該注意什麼事情 那首先我們來解釋一下什麼是月經 所謂月就是它一定是一個週期 大概是28到32天 多人民眾來到門前會問 我的月經是季晶半年晶 我說這是自己發明的名詞 絕對沒有季晶或半年晶會有名詞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只有月經 沒有所謂季晶半年晶的 那這是一個女性的身體構造 他們都知道 女性的身體構造有一個磁空 所以月經的產生原因 是內膜那些增生 那內膜增生完畢之後呢 這叫做分泌期 那在分泌期的時候 女性的毛會讓內膜變高起來 大概在畢14天的時候呢 卵巢排卵 排卵之後呢 卵巢就分泌黃底素 黃底素會讓內膜穩定起來 那如果這時候呢 有懷孕了呢 卵巢會繼續分泌黃底素 那內膜就不會剝落 所以懷孕的時候就不會變經 當沒有懷孕的時候呢 這個黃底素呢 大概只會維持14天 一旦14天黃底素消失掉之後 內膜就不穩定了 它就會剝落掉 這時候就成為月經 所以所謂月經就是 實際素跟黃底素的一個 交叉的一個變化 這時候會有所謂基金 一定是它內膜的增生 或者它沒有出過的黃底素 讓它剝落 這時候才會有不正常一個 月經的心態 比如說可能35天 45天 55天 或者是甚至半年 那這種絕對不是正常的月經 首先要先瞭解 為什麼會有生理好 子宮內膜會剝落 這是我們生理主要一個 停止它出體的機制 這時候我們子宮就分泌前列腺素 那前列腺素的分泌 就造成子宮強烈的收縮 這時候就像你毛巾一樣 我們就會覺得 子宮收縮的一個不舒服 這叫原發性筋痛 那這原發性筋痛呢 是正常的 也就是說在身體期的時候 如果有輕微的疼痛 腹痛的狀況 那是正常 不用太擔心 可是呢 有一種子宮的疼痛 它是不正常的 今天如果假設一個女性 來看門診 阻塑她的身體期的不舒服 疼痛 這時候我們會照一下草擬波 先排除有沒有所謂的肌瘤 有沒有所謂的子宮肌腺症 甚至有可能卵巢呢 它會長所謂的巧克力囊腫 巧克力囊腫也會造成 可以進來的時候 有點不舒服 那甚至有時候呢 超音波底下看不到肌瘤 也看不到肌腺症 甚至也看不到巧克力囊腫 可是還是覺得不舒服 那這時候有可能 它在子宮的後方呢 或者子宮臂的表面的地方呢 所謂子宮內膜異味症 那子宮內膜異味症 也會造成它疼痛的狀況不舒服 所以這叫做刺發性的一個筋痛 所以當一個 身體肌腫有不舒服的狀況的情況下呢 千萬不要只是散覺的不要 所以當有筋痛的狀況之下 還是建議要 尋求醫師的檢查 確定沒有剛講的這些 刺發性的筋痛問題 這時候就可以放心的 補用一些疾痛藥 來舒緩你的症狀 民眾可能會做動作 什麼事先熱腹 比方說買個溫暖包 它放在腹子的地方 讓腹子比較溫暖 這時候它就比較舒服 所以說其實讓子宮溫暖 確實可以改善疼痛 為什麼子宮溫暖改善疼痛呢 因為熱的一個作用 可以讓我們那邊的神經 局部的麻痺掉 你的疼痛感覺就比較環節掉 可是有時候呢 肌痛的時候 它的症狀不會只有痛 它有可能 吐啦 拉肚子啊 腰痠啊 脖子肌肉緊繃 頭痛 這些症狀都出現 除了熱腹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使用 我的子宮藥 如果假設在子宮裡面 有看到肌瘤 有肌腺症 這時候呢 還是要由醫師來開立 子宮藥給你 才不會 不要過多 造成一個困擾 睡眠不正常 壓力很大 那卵巢 可能就沒有辦法定期 分泌黃金素 黃金素不足的時候呢 它的筋痛 會可能比較更強烈 所以說當有 身體痛的時候呢 請 跟你的婦產的歷史討論 看是不是 除了子宮藥之外 熱腹之外呢 是不是屬於荷爾蒙失調 需要補充適當的一個黃金素 來改善月經的一些 焦躁不安 疼痛感 或者是一些頭痛的一個狀況 我相信對你會有幫助的理由 另外一個民眾可能常要問我的問題 是身體期 它不可以吃冰的東西 那其實冰的東西 對於身體期 我們新衣是沒有什麼禁忌的 不管是會造成月經的量變多變少 其實沒有直接相關性 那以及吃冰呢 會不會改善你筋痛 如果假設你覺得吃冰 它對你的筋痛 不管是有改善或沒有改善 其實都沒有直接的影響 所以我認為身體期間 就快樂就好 你快樂嗎 我很快樂 那吃冰的東西 只要它不是屬於太甜的冰 我覺得在天氣許可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正常使用 月經就是要規則性的來 不管是28天來25天來 或者是30天來 就是它要一個範圍之內 我們就來講 大概在25天到32天之間 少於25天 月經過短不正常 32天以上月經才來 還不正常 通常月經來的時間點 應該是3天到5天 到了第5天之後 後面的量應該就很少 那總天數不應該超過7天 或者月經來很多的血塊 這都很不正常 月經來的天數少於3天 有可能第一天第二天 只有一點點量 第三天就沒量 那這也是不正常的 所以所謂的亂經就是 只要它的週期不準 比方說不是28到32天 後來的天數太長或太短 通通都成為亂經 那一旦有亂經了之後呢 就建議一定要看醫師 來幫你排除一些問題 那什麼叫排卵性儲學 黃體數如果講是 它一開始產生的速度太慢 所以當它排卵期的時間 銜接不上來的時候呢 它的內膜就不穩定 這時候呢 它就有一些些初選 所以排卵性初選呢 它要有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一定是在月經的中間 可是月經開始了 就是4點前後 那它的分泌的量呢 大概就像透明的分泌 夾在一點粉粉的一個 分泌的狀態 這叫排卵性初選 那只要不是在排卵期 或者在月經期的所有的初選都成為亂經 不該初選的時間 初選了 或者該初選的時間量太少了 它同一都成為亂經 那通常會有三種情況 我們要特別提醒 民眾要注意自己月經 第一個是萊太少 第二個是萊太久 那第三個是萊太多 什麼叫做萊太少呢 有可能懷孕 因為懷孕呢 就會造成內膜不會剝落 因為懷孕會不斷地產生黃金素 保護寶寶避免流產 這時候月經可能就不來 甚至有來一點點 這個時候也比較遠景 那可能是不正常的懷孕的出現 甚至萊太少 有可能是更年期開始出現了 因為更年期的時候 也沒有足夠的黃金素 也沒有足夠雌激素 內膜根本無法呈現所謂的 真身剝落問題 所以如果萊太少 也是要注意 有可能是更年期到了 那萊太久呢 為什麼萊太久要看醫生呢 因為萊太久有可能是 子宮剝落不完整 還有可能子宮長得 所謂的子宮內膜息肉 或子宮增生 他有可能就不斷地一直出血 那天數也無法在七天內做結束 所以就萊太多 因為萊太多 這時候要看醫生原因 萊太多根本沒辦法讓 那一個女性 還可以正常生活 沒有辦法正常運動 沒辦法有好多體力 那甚至只要大熱天 總度就很喘 然後甚至有時候不小心 而且在一步上 然後再暈倒 所以來太多 一定要看醫生 因為有時候來太多 是因為子宮內部呢 長得所謂的子宮內部的肌瘤 或者子宮內部有所謂的息肉 就長得縮縮不良 所以如果月經太多或太少 它是要反映出一個 靈性的健康狀態 所以這時候呢 適當地看一下不成的醫師 排除一下 其實我剛剛講的 懷疑的問題 月經思調問題 更年期問題 或者是長一些不該長的肌瘤 腺瘤 或者體溝內膜增生 甚至癌症的問題 都要特別地注意 當然三浦敏河 這樣搞笑的影片回來 一個人他會很開心 這時候他會全身比較放鬆 為什麼生理期 會這麼多的不舒服 我剛剛說的時候 驚痛之外呢 躲痛之外呢 甚至連情緒都會直起來 一點點小事情 可能就會他就暴跳如雷 那其實一切的問題都在荷蟲 所以說在生理期的當下 是體內滑肢數最低最低最低的時候 那當體內滑肢數不足 他會覺得很多事情 非常非常非常滿臟 就是看不順眼 那這時候如果能夠 看到賞心悅目的異性 他可能都忘記 剛剛的不舒服了 所以說在生理期期間 千萬不要惹到女性 那這時候如果能夠 看一些搞笑的影片 或者看到一些美的東西 他可以心情比較愉悅 就可以度過那段時間不舒服 不管是用我剛剛講的 樂呼啦 止痛腰啦 或者看一些搞笑影片 只要他不會傷害你身體的部分 都不妨跟你使用看看 如果當他用起來是沒有效果的 那這時候會來 尋求關於醫師來協助你 好 那祝大家都健康很快 用熱的毛巾塗在肚子上面 那你不這樣做嗎 不會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兩位子 謝謝你 是 餐廳的 很漂亮的